然後Evan華說 還有些人還在以為信用卡倒刷不安全 要大家都用千賬金融卡 殊不殊要信用卡其實更安全 自負而罪這三千還不會有存款被圈存的問題 所以大家可能有發現說 我在介紹王道的千賬金融卡的時候 其實我也沒有特別去講這個問題 但是如果你在網路上的PTB信用卡 反正你有常去關注的話 你會發現說其實很多人都在靠背說 哎呀我的王道就是被倒刷 但是我的錢他居然要42天還是30天以後 才會回解圈存 然後這段時間如果他請款的錢就跑掉了 那如果你是學生族群 剛好就是你的生活費都在裡面 那你要怎麼辦 這是很嚴重的一個問題 所以基本上我不會特別鼓吹 大家要去使用千賬金融卡 原因是因為信用卡其實是比較好的 因為你的額度 你的額度其實不是你真的付出去的錢 這個額度是銀行給你的受信服務 所以你被倒刷的話 銀行要先付錢給他 銀行要去做調查的責任 責任不在你的身上 所以如果你是善良持卡的人 而且也不是你就是真的 刻意外洩卡號去讓人家倒刷的話 其實這個責任是銀行要去處理的 像去年也常跟大家分享 去年8月就是發生一連串倒刷事件之後 中間非常的狠心 他就是都幫我把所有的倒刷事情 都處理好了 而且沒有給我收過 又可能一分一毛錢 所以就是這個樣子